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窃贼进入工地 偷走一捆捆的电缆线后 冲农离开 南港一处工地日前发生窃案 还未开封的电缆线被人偷走 损失约23万元 工地监视器却没有入到有人车进出 警方在现场勘察发现 电缆拖一方向朝向一旁 连接建筑工地的阴架 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 才发现窃贼竟然冒险 攀爬三层楼高的阴架 进入工地行窃以躲避工地保全 及监视器 不过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计划 还是拦逃警方发言 南港派出所日前侦办 辖内工地窃案 未开封之献财无翼而非 损失约新台币23万元 经查该时段无人车进出 案情陷入胶着 承办远警细心发现 遗留在现场之散乱电缆线 拖曳方向有朝向连接工地 与临近建物阴架之迹象 经追查 发现窃贤细撑深夜 攀走约三层楼高之阴架行窃 过程看似天衣无缝 人逃不过警方发眼 警方锁定有毒品稀释前科的 45岁卫性嫌犯涉案 并前往住家搜索 果然发现老虎钱等专案工具 及安非他命残渣与吸食器等 嫌犯坦承因为缺钱才翻案 不过拒绝透露账物流向 警方已经将 未性嫌犯依加重窃盗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40地检署侦办 已将持续追查嚣张管道 以保护民众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